- 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中國政府之前提出了優化防疫20條的措施, 大陸媒體說到今日包括上海市等多個地方已經積極調整現行的防疫政策, 宣佈取消或暫時不展開區域的全民核酸檢測, 而中國駐多國領事館亦放寬去大陸之前的防疫要求。 根據大陸媒體第一財經的不完全統計, 去到今日為止包括陝西省鎮平原, 還有福建省福州市、江西省、廣昌園、吉林省延吉市、 安徽省合肥市及上海市等多個地方已經積極調整現行的防疫政策, 宣佈取消或暫時不展開區域性的全民核酸檢測, 而海南三亞就是在11日當日宣佈取消區域全民核酸檢測。 而另外根據香港零一報道, 中國駐美國、英國、加拿大、新加坡、印度等多個地方的大使館亦發布通知, 就調整了去中國人員防疫措施, 所有坐飛機的人登機前48小時內做一次核酸檢測, 以及拿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去申領健康碼入境就可以了。 如果是轉機的旅客, 可以在始發地或中轉地選擇其中一個地方進行核酸檢測, 轉機時無需再進行第二次檢測和再申請健康碼。 這個通知亦指出, 對於以前有染過病或密切目者有疑似症狀, 檢測結果不確定等人士不再設置額外的排查要求, 都是可以憑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去申領健康碼。 而中國國務院的聯防療控機制在11號發佈了一個 關於進一步優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就說要科學精準做好防疫工作的通知, 對進一步優化防疫工作提出了20條措施, 包括入境人員7加3變5加3, 亦都在說,這個措施令到好多人都憧憬大陸的化學政策, 未來是會慢慢轉變的, 現在亦都說要取消區域傳源核酸檢測, 有好多地方都是這樣。 其實取消的話, 我相信對當地的財政壓力來說, 都是可以減輕了不少的, 因為現在你核酸檢測那條數是非常之龐大的, 但是又有一個問題咯, 這一批這樣的核酸檢測公司如果之後, 它是沒什麼生意的話, 是不是又是講緊等倒閉呢? 因為疫情完了的話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沒什麼地方是會用得著這些核酸檢測的咯, 那就是說只要疫情一完, 這些產業就會是全部接近拜拜的咯。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講,下面留個字咯, 我們下集再見咯,拜拜!